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所介紹的是我們整個 醃漬液當中的其中一塊 很高興站在我身旁的狀況師 不曉得我們今天所要先示範的 這兩款醃漬液的狀況 它的特色是在哪裡 我比較著重於它內褲 其實口感上聽口 或會其實很多都很容易融化 所以我們比較強調功能性一點的 然後防水率啊 如果是其中一般消費者 不太容易去發掘的這些東西 那我們還是把合過頭來講 就是說我們陸陸續續會 在對我們的醃漬粉做一個介紹 但是今天這一款 歸類在所謂的超香甜的醃漬粉 那什麼叫做超香甜的醃漬粉 就是說這一個系統 我們發現它的一個 整個一個優格的一個障礙 它的甜度還蠻高的 那這一支 它也是應用在所謂的一個 吹哩金牌 這個產品上面 甚至其他的一個肉 也會應用在這個產品上 那今天呢 我們整個一個操作的一個比例呢 那什麼呢 是該怎麼做呢 我們一包的話 是一點的公斤 等一下示範的話 是用一百克的肉 然後會有兩百CC的水 然後再對一公斤的肉 然後水跟肉的部分 其實可以自己爭取你希望的那個口味 然後再做一些適當的調整 嗯 建議在這邊呢 還是要花點時間 跟各位去介紹一下 這個醃漬粉的一個特性 用了這個小部分的一個磷酸鹽 添加在整個一個醃漬粉當中的話 那我們什麼時候去做這個醃漬 那一定會先設讓它們有醃漬的時間 和醃漬的一個溫度 不曉得老師這邊有什麼建議 溫度方面的話 其實你在四個小時裡面 那保鮮就先做一下 然後時間上的話 其實它是一個區緩的一個曲線 它大概到15個小時到20個小時 就是區域這樣 對然後你超過20個小時 其實它已經能夠好下降 那這個 眼尊眼的濃度 像是有太高或是太低 會有什麼影響嗎 太高太低的話好 如果我計算過就是應該是在安全值一下 然後用說讓我們的保鮮利用來打到最強的 其實黃老師剛剛特別提到了 它為了去增加它的一個保鮮利用 像一些工廠它在做的時候 是不是用所謂的一個注射性的方式 它是什麼操作呢 它的磷酸鹽可以直接打進去 像我們進化式 就是在電腦裡面慢慢的散發 對 其實剛剛不斷在特別強調 這個是所謂的進化式 它是在一定的建議的安全量裡面去做添加 所以說我們的客戶肯定也沒有太過的期望 就是說它的保鮮利用高到哪裡去 我聽過一些廠商講 那保鮮利用到達40-50% 那40-50%這個是相當恐怖的一個數字 代表一塊肉 打了磷酸鹽之後 那可能它的保鮮利用的 公斤變成1.4公斤 那就是各位在新聞上面不斷的看到 整個不斷水的肉 那就是因為這樣做的 那我體力不會去做這種事情 你今天就花了那麼多的時間 去跟各位解釋清楚 就是希望你能夠了解 我們用的一個原料的一個特性 也是要取信於我們的一個看護 建議所添加的量呢 所建議的值都有去做一個測試過 我們寧可在法規的規範標準底下呢 去取得它一個最佳的一個效果 所以說以我們這個添加的量 那做過這個測試來講的話 它的一個最佳的保鮮率是多少 最佳我測試到才到17% 然後如果你的溫度沒有空間的功效的話 11%左右 剛特別提到的S0 不過就是說 肉它增重完之後 一公斤可能變成1.17公斤 對 多了170克 那多了170克的時候呢 這個還是最佳的狀態 那在醃漬的一個整個過程 我們有一些客戶測試一下 再注意到一些什麼 其實除了我們之前 我們提到的關鍵就是 還有很多座法之外 對 就是如果你說你要另外再加你自己的食材的話 你要控制你的PS值 因為我們PS值呢 或是設定在一個就是PS7以上 所以如果你要加一些像 或是加其他你自己添加的效果 你自己要控制的PS 不然你弄好程度太長 讓它們比如說要給你今天試試做 對 那秦老師這邊在你幫忙做的證 也就是說我醃漬的時間 大概在幾個小時裡面是最好的 超過會有什麼經驗 我們測試的結果是最佳是大概12到15個小時 因為你15個小時到20個小時 其實它都是一樣 20到24小時它已經有點微微的下降 24小時之後會比較明顯 所以盡量是在14小時 一般業者的一個操作就是說 準備好你要再下次再去理念 今天要再去做油漲的時候 不要把你的顏色一直在泡在裡面 OK 那老師這邊有一個特別的介度說 這個研討能不能幫你的檔視點 如果你保持很大 就是如果你在你把它拿起來之後 然後放冷凍的話 是一般就可以要兩個月 三個月多了 可是你要確保你沒有 其他食材有這些路來源 對 所以你要比如放好 然後把它分成好 那這個是我們整個一個 對燕製的一個介紹 今天非常謝謝王老師來做一個很詳細的一個介紹 好想要熟 來 len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